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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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龙老师好 两个个都认识了 我想问一下 老师们第一次拍古装剧的时候 会做一些什么样的功课 可以快速地进入角色 古装戏其实它比较 跟现在不太一样的 是它的一个身台形表吧 他们是怎么走路的 你去学习一下 进入一个你是古代人的 这样一个规定的情境吧 动作你们可以去学习 表情一定要自己想 也就是说在那个人物里 你的表情是对的 对 你们可以互动一下吗 因为我拍的这部戏 角色会用到扇子 这个扇子是它的武器 然后可以帮助它表现人物 心理活动 非常轻松放松 开心的状态的话 我的扇子就可能是打开 然后开心夺夺步 然后在对手旁边 非常缓慢地说材 或者开心 对 如果我要说正经事 我的表演方式 我可能会把它收住 我觉得每个道具 都可以帮助到咱们表演 只有罐口 罐口 你来吧 上戏的诗歌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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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觉得我刚入行的时候 还不如她呢 她在面对镜头的时候 她起码没有那么慌张 虽然她可能没有把这个人物的 情绪表达到 但是整体走下来她是顺的 她演出一份属于她这个年纪 真性情很青春 一个这样的感觉在里面 我觉得这是这个年纪的演员 最难能可贵的东西 我觉得我更多的是给你鼓励 你没有多少表演经验 我觉得你真的很了不起 敢站在这个舞台上 我觉得我应该给你鼓励 首先我要说一下 古装戏的台词 比现代剧可能更为重要 因为古装戏的台词 一个词错误 它表达的东西就是不一样 或者就缺少了很多的情感 所以台词的话 我个人也没有别的办法 就只能是多倍 对 一定要听对手的词 接对手的反应 真听 真看 真感受 真诚最重要 谢谢 拍很多戏的时候 特别是古装戏 最重要的是美 美很关键 你哭的时候也得美 这前面段小薇 然后张沐熙 张沐熙 黄思瑞 黄思瑞 每个人 段小薇 张沐熙 张沐熙 黄思瑞 下戏有 崔珍珍 赵思义 赵思义 陈曼欣 赵思义 陈曼欣 陈曼欣 这很厉害 这个肯定练过 常来的 哇 动作你看 你见花 厉害 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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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真真是真厉害 太厉害了 你看就练过 那见花 很厉害厉害 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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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林安加油 段小薇也很厉害 那我们张老师和龚老师 也说一说吧 龚老师好认真的 他把笔记都记满了 龚老师还不让我们看 赶紧说说吧 赶紧说 他俩好搞笑 我是投给了曹斐然同学 我记得非常深刻 曹斐然同学 说这段台词的时候 我觉得他眼睛里面 是带着光的 他在信上 写了我五点不好 哪五点 暗示 我刚说了 他太有才了 是不是配不上他 这第一点 第二点呢 第二点 又没有给他大 又啥不接手说呢 你这是为了玩我 犹豫不决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